俄罗斯短吻二级登陆舰奥斯克号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遭到乌军攻击 奥斯克号冒出火球与黑烟 附近的俄国军舰赶紧驶离 俄国官媒日前才刚在电视上播放 奥斯克号卸载军车等画面 外界猜测乌克兰可能借此锁定该船舰 而这也是乌克兰军方至今为止 所打击的俄军最大船舰 另外从卫星影像可以看到 俄军将直升机等设备 撤出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显示俄罗斯的攻势明显受挫 北约组织一名高阶军事官员透露 估计俄罗斯在乌克兰开战四周以来 已经有7000到15000名俄军阵亡 相较之下俄军在阿富汗十年战争 才阵亡约15000人 而乌克兰政府24号宣布 与俄罗斯交换战俘 并指出这是莫斯科一个月前进军乌克兰后 双方首次交换战俘 同时证实乌克兰稍早的确已9名俄罗斯战俘 换回被俄方掳走的梅利托波尔市市长 另外专家指出 俄罗斯将在两周内因为资源匮乏而宣告失败 更点出俄军使用台湾产的GPS接收器 由于无法在俄罗斯生产 因此没有办法补充 俄军最终恐怕会连飞弹都没有办法集中目标 华语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